2017年,北京文科状元雄轩昂在接受采访时 农村积居的孩子越来越难考上这个好学 你像我这种也属于这种中产阶级家庭的就是一事无忧这种 而且家长也都是知识分子的你说 而且还生在就是北京这种大城市 所以说在这种教育资源上这种享受这种得先读后这种条件 是很多那种外地的孩子啊 或者是农村的孩子完全享受不到的 寒门难出贵子吗?我看未必 因为就在这一年,河北苍州市高考状元庞仲旺 以744分的成绩被清华大学录取 他的父亲是精神病人,母亲双腿截肢,家庭一品如洗 这就是最典型的寒门出贵子的案例 本期最荣无忧就带大家走进庞仲旺的成长室 1999年夏天,庞仲旺出生于河北省苍州市吴桥县 沟店铺乡庞庄村的一户农村家庭里 父亲是患有精神分裂症的病人 母亲庞智晴则患有先天性脊柱炎 导致双腿被截肢 所以父母都是没有读过书的残疾人 庞仲旺是家中独子 所以他是全家的希望 庞智晴才给他取了仲旺这样的名字 父亲常年跟着亲戚在外打工 庞仲旺小时候和母亲就跟着外公外婆一起生活 虽然母亲无法照顾儿子 但是他每天都陪伴在儿子身边 教儿子说话 督促儿子学习新东西 就这样,庞仲旺学会了走路 学会了说话 六岁那年 连一天幼儿园都没上过的庞仲旺 开始进入村子里的小学读书了 刚开始 身边的小朋友已经会数数 认识不少字了 但是庞仲旺只能从零开始学起 他没有气馁 学习起来非常认真 因为母亲从小就教育他 遇事一定要引难而上 找到方法 然后去解决 可是不幸很快降临到了庞仲旺的身上 外公到学校接庞仲旺的时候 发现他嘴唇发紫 就连忙带着他到医院检查 结果发现 庞仲旺患上了先天性心脏病 那时候家里非常贫困 到哪里凑数数费呢 这个时候 甚至有人劝庞智晴放弃 但是作为母亲 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儿子离开呢 之后的日子里 庞智晴就让儿子用轮椅推着他 挨家挨户地敲门借钱 亲戚邻居们看他可怜 也最终凑足了四万多元的手术费 拿到这笔钱 庞仲旺做了手术 手术非常成功 庞仲旺终于康复了 但是这也让家里背负了很多外债 那时候 他并不知道贫困 不过他在学校里学习也非常认真 一直都是班级里的第一名 每次他将奖状带回家里时 母亲都会欣慰地鼓励儿子 2008年 9岁的庞仲旺已经上三年级了 那时候 父亲一整年都在外头打工 而母亲为了多挣钱还债 他也每天会干一些刺绣的活补贴家用 每天庞仲旺都能看到母亲的手上增加了很多针孔 他很心疼母亲 也不解地问母亲为什么要做这些工作 母亲则告诉他 是为了给他买好吃的 从这以后 庞仲旺也自觉地开始捡起了破烂 每天一放学 他就先到外面捡一个小时的破烂 一个月下来也有几十块钱的收入 当然有了这些钱 庞仲旺并没有拿来买好吃的 而是全部交给了母亲 从10岁开始 庞仲旺就照顾母亲洗漱 也经常给母亲做饭吃 虽然刚开始他什么都不会 但在母亲的指导下 他什么都学会了 2012年 当时庞仲旺正在上初二 可是母亲庞智晴 却因为营养不良进了医院 当时庞仲旺非常担心 到医院后 医生告诉他不用紧张 妈妈只是得了贫血 但是需要住院治疗 可是这笔治疗费用高达四千多元 当时庞仲旺家里 刚刚还钱了前几年 为庞仲旺做手术的外债 如今又到哪里去筹钱呢 这一次 庞仲旺已经13岁了 他舍不得妈妈 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妈妈受苦 我因为孩子刚做完手术 我也舍不得吃 每天早上有一个两个鸡蛋 都想给他做着吃了 他给我留一点 他也舍不得都吃了 以后就是说 贫血到了这么严重 他说 妈妈别舍不得吃 以后看还有我来 我需要你 有你陪着回来 能看到你就行 之后的日子里 庞仲旺开始到亲戚家里不断敲门 希望能借到一些钱 虽然庞仲旺还未成年 但在亲戚眼里 这个孩子学习成绩优秀 前途无量 大家也就将钱借给了他 就这样 经过了一个月的治疗 庞智勤终于恢复了健康 2014年 庞仲旺以优异的成绩 考入了五巧中学 这也意味着 他要到县城上高中了 也要离开母亲了 长这么大 这是庞仲旺第一次离开母亲 不过在学校求学的日子里 庞仲旺也没有忘掉母亲 他每天都给母亲写信 叮嘱母亲要按时吃饭 让母亲出去走走 也嘱咐外公外婆帮忙照顾好母亲 而每到周末 庞仲旺回到家里的时候 他就会把信给母亲留下 让母亲每天看一封 以此来度过向他且无聊的时光 在高中的时光里 庞仲旺将更多精力 投入到了学习中 在所有的考试中 庞仲旺都稳定保持在 全校前三名 其中更多时候 他都是全校第一 高一时 班主任到庞仲旺家里加访 这才发现 庞仲旺家庭居然如此贫困 在班主任的建议下 庞仲旺报名了 河北省青年省 自强知性的评选活动 最终成功入围 高兴的庞仲旺 也第一时间将奖状 拿到了妈妈的面前 庞仲旺同学 在2014年河北省青少年 自强知性评选活动中 荣获自强知性 作为奖 特发此状 以资鼓励 妈妈太高兴了 你这妈妈叫我 很多人都好奇 庞仲旺家庭如此贫困 父母又没有文化 没办法辅导他 他也从未上过补习班 那么他为何学习这么好呢 来听听庞仲旺怎么说 从小到大 感觉我妈妈叫我的很多 她就说过 你面对什么 你就要去解决什么 因为就是你总是要走下去的 我有的时候甚至是一道学习 我能从早上做到晚上 其实那种 东西很锻炼思维的 虽然家庭贫困 但是庞仲旺却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 他喜欢笑 和同学在一起 他从来没有自卑过 也从来没有掩饰过自己的家庭环境 我没有觉得我的家庭有哪一点拿不出去的 有哪一点不值得去讨论的 我妈妈那么好 我姥姥也那么好 我的每一个亲人都那么好 我的家庭有哪里是拿不出去讨论的呢 我觉得他们应该羡慕啊 高三时期 庞仲旺的学习成绩 几乎每次都能考到全校第一名 而通过媒体的不断报道 有更多的人了解到了庞仲旺的家庭条件 有很多爱心人士 开始资助起了庞仲旺 也有人提出要供庞仲旺读大学 但这一切都被庞仲旺和母亲拒绝了 庞仲旺知道钱来之不易 也知道只有自己赚的钱用起来才出心 不过在老师的帮助下 庞仲旺报名参加了 清华大学的农村专项计划 并最终获得了清华大学60分的加分 这就意味着 只要庞仲旺高考发挥正常 他就可以顺利进入清华大学学习 2017年6月7号 庞仲旺和同学们一同走进了高考的考场 母亲因为行动不便 只能在家里为他默默加油 经过了两天的考试 庞仲旺终于结束了高考 之后 庞仲旺并没有像其他考生一样外出旅游 又或者是学习驾照什么的 他反而开始跟着同学们办起了补习班 帮助学弟学妹们补习功课 2017年6月23号 河北省高考成绩放榜 庞仲旺也在第一时间查到了自己的高考成绩 裸分684分 这样的成绩也让他夺得了 河北省苍州市高考理科状元 当然 如果他填报清华大学 他将获得60分的加分 就这样 庞仲旺毫不犹豫地 以744分的总成绩报考了清华大学 最终他成功被清华大学精密一气息录取 收到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 庞仲旺第一时间将他带到了母亲身边 那一刻 两个人拥抱在了一起 哭了好久 作为全家的希望 庞仲旺考上了清华大学 他的人生也成功了一半 但是对于庞仲旺来说 这只是起点 2017年8月 庞仲旺来到清华大学报道 在经历了短暂的报名手续后 庞仲旺就到学校 勤工俭学处报了名 上大学期间 庞仲旺还担任了班级里的团支部书记 第一次当班干部 庞仲旺并没有胆怯 反而将班级里的事务处理得非常妥当 大学4年里 庞仲旺靠着奖学金和勤工俭学的费用 也勉强 也勉强维持住了生活 他也没问家里要过一分钱 而每次从北京回到家里 他都会给母亲买礼物 2020年7月 庞仲旺的母亲因禀不幸去世 那时候 庞仲旺心情非常低落 他曾无数幻想着自己赚到钱 让母亲改善生活 可是他大学都还没毕业 母亲就去世了 这一次沉重的打击 让庞仲旺低迷了好久 好在家里还有姥姥姥爷和父亲 他依然还有奋斗的动力 2021年7月 庞仲旺成功从清华大学 经历一气息毕业 让他遗憾的是 母亲没有看到他穿学士服的那一刻 而后 庞仲旺便获得了直接攻读清华大学博士学位的资格 2021年7月28号 庞仲旺回到了老家 并接受了河北苍州某媒体的采访 面对采访 庞仲旺说 这次我在家大约待半个月的时间 想多陪陪姥姥姥姥爷和爸爸 8月中旬 我要回到北京 到导师的实验室里继续学习 如今 庞仲旺马上言二了 他在读演期间 也能享受到国家机遇的补贴 这让他足以维持生活 为了成就更大的梦想 庞仲旺知道自己只能读下去 将来才能成为顶尖人才 为国家做出贡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